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夫人 干嘛呢 夫君 齐进主差人送信来 约我去西山风河看地 看地 怎么又看地呀 皇上不是刚封了五百亩吗 夫君 这娘们天生就是地主婆的了 听见有卖地的比见着妈都亲 夫君 好好好 去吧去吧 买不买自己看着办 谢谢夫君 饭哪 都收了 都收了 我吃什么呀 好 兄弟啊 你干嘛 我是故意的 没事 她自己会回来 咱不跟我比武了 您创在眼里 你小子口气不小啊 不是对手 你是吃了雄心豹子懒了吗 谁说的 是不是二女 那咱们比武 我们成家的绝学 一打起来 没了三个时辰 那是受不了她 我找子豪有点急事 回头我再收拾你 别跑啊 等着 你活得真累 小子 嫂夫人 你这是要出去啊 齐郡主约我去峰河观景 齐郡主 我找子豪有点事 您自便 我得赶紧走了 好 下回带上我 杜周兄 今天是来找我演习算术 还是讨教兵法啊 莫问了 有好戏 好戏 什么好戏 你别问 赶紧走 什么好戏啊 不是我老程吹牛啊 多亏我有一双慧眼啊 要不然大唐朝 既有如此好的豹杆啊 我要想着将来 把这个火器放到江场上 什么大阎王 什么小鬼啊 就没有大不败的敌兵 到那个时候 我大唐之师 就是无敌之师 我程耀金 就是了不起的英雄 行了行了 老程 别炸炸糊糊的 不就是个破豹杆吗 他能有多大动静 你不知道啊 这东西的火火 威力可大了 实验了再说 我们自己会看 我告诉你们啊 老师爸爸来读朱了 别把你们炸熔了 走 不是 快 快 你干啥 你催命啊 都得干嘛去 你不是说明白 公布正在誓言你新发明的爆肝 请了沙场老将来观摩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是沙场老将 那火药是你发明的呀 对吧 本来第一个邀请你 可这回等级高 四瓶以上才成 紫高兄嘛 但是当然不够了 不过小弟够 我又是你的学生嘛 老师带自己的学生去参观自己的作品 这天天地地嘛 这问题是我不想去啊 你别装了 这么大场面谁不想见识见识 可我没装 我真不想去 行了行了 别想多了啊 你不会给我添麻烦的 我是怕你给我添麻烦好吧 走走走 走 来来来来 我看 我看好 你在这儿来了吗 你这样 你站住 站住 你 后退 麻烦 来 我是程老公爷的孙子 这是个王小侯爷啊 那大爆肝就是他发明的 厉害吧 我们现在进去看看啊 你可以进 他不行 太好了 谢谢君爷 那得招心我先回了啊 还没操力 老爹是功不上手 用门 拜见两位大哥 你晓得 你晓得 叼这儿来了 不瞒大哥 以仗老爹的权力才过来的 比又无威力清闲些 是 是 我们俩现在要进去 你看着办 要不然你就选个死法 别 别啊大哥 曹兄 您知道 这今天来的可都是大人物 这万一捅了娄子 小弟可就万劫不复了 是啊 可就万劫不复了呀 我就不逼他了 要不你逼我吧 我 那你说的 你小的找死是不是 我 我们能不能进去 还不是你老爹一句话 成成成成成 那我就跟爹说说 这万一不成 那也是我爹的事 你程大哥可千万别打我 那我打你爹 好不好 跟你开玩笑了 只要你尽心办事 我绝会为难你 行 来 吃吃 来 好好好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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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吧你们 这可是好的 谢谢 曹伯伯 您多通融了得 王贤侄 追我来 去哪儿啊 王贤侄啊 方才人多眼砸 不便声张 王贤侄不要见惯 不怪不怪 谢谢通融 不必客气 不必客气 走后门这种事啊 本官还是第一次做 真的 颇有些紧张啊 一回生两回熟吧 我才不信 和犬子年龄想仿 却高出了一头 不愧是程老公爷的好孙子 竟这般威武 我爷爷 嗯 谢谢伯伯过奖 伯伯过奖 伯伯过奖 走吧 看报干 走走走走 程老不死的 这就是老王家的孙子啊 是 哎 子豪过来过来 哎 程爷爷 哎 认识老夫吗 哎呦 面熟 面熟 才几岁的娃子你孙娘 眼睛都长头顶了 李济爷爷 你都认不出来了 不看你是老王家的孙子 我今儿活活的提死你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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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老棺材狼子 跟个孩子叫什么劲呢 这孩子啊 去年生了一场重病 嗯 如今呢已经痊愈了 哎 不过呢 你要是再把他踢傻了 你死之后 有何面目去黄泉 见我们的老友啊 哎 子豪啊 哎 这老东西啊 在军营里待野了 他的脚啊 没轻没重 没深没浅 没体疼吧 不疼不疼 没关系 那个老爷子踢的是 怪我不长记性 哎 过来过来过来 跟我一块看这个 抱 抱肝啊 啊 来 铁骨 哎呀 好啊 好啊 怎么样 老不死的 骨头都炸酥了吧 好啥说 你老不死的 你承贤安排这么近的距离 要出老子的仇是不是 老将军恕罪 老将军恕罪 这么大的威力 逼职 实在没有料到啊 哈哈哈哈 这么大的家伙 还不把敌军的屎尿都炸飞上天啊 哈哈哈哈 王贤侄啊 嗯 你可真是个天才呀 有了这种炮肝 我们大唐的江山 那是坚如磐石 你小子的功劳啊 比起我们这些老家伙 嗯 也差不到哪儿去了 我敢当你敢当 说得太对了 他聪明啊 嗯 不但创造大玩意儿 小玩意儿 他呀 深得五目一书是真传 精通绝世之兵法呀 兵法 啊 兵法 他也精通 当然了 啊 比如说马上不下 窦隐埋覆 水虎聊斋 三国演义 他全都知道 哦 小子 那你今天 就给我们这老家伙讲讲 什么是三国演义啊 嗯 三国演义 他 这个三国演义嘛 他就是位属 这三个国家 他 他演了这么一出戏 哦 哦 出口不烦哪 了不起啊 嗯 知道了不起 了不起 哎呀 娶媳妇了吗 要是没娶的话 嗯 我有六个孙女 你随便挑剑 啊 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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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公布的腰牌 您啊 以后要常来指导指导 不敢不敢 免了免了 以后呢 有什么事儿 就找程序 哦 我把我的本事都传给他了 哦 好好好 好好好 劣师一二 劣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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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成交了 六百三十亩 全都是熟田 哎哟 哎哟 夫人 真是英明啊 哈哈哈哈 你真的买地了 买了 六百三十亩呢 小侯爷 夫人真是英明无比啊 就这还英明 好 嗯 买的是多了一些 不过都是熟田 光 哎行了行了 管他生田还是熟田 既然买了 那 就当孝敬土地爷了吧 夫君 是不是怪切身乱花钱了 没有啊 怎么会呢 钱赚了不就是要花的嘛 只要夫人 花得开心就好了 那夫君不开心 切身哪开心得起来啊 没有啊 我很开心啊 时间也复早了 我先回去了 那您也早些休息吧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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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要的水桶 谢谢 二娘子 你别误会啊 我误会什么 我和孙子什么都没有 怎么还没有 什么意思啊 我希望你有 可我没有 你为啥没有 因为我心里只有你啊 孙子 孙子是因为我那天看着他可怜 所以我就随便安慰了他一下 结果他给误会了 就送我这样那的 怎么办呀 姑娘 气了吧 二娘子 我 我干定你了 我就认准你了 小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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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坏了坏了 坏了 什么呀 你怎么跑后院来了 有事不会打电话呀 哎呦 顾不上位先了 昨日夫人买的地出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了 哎呦 可是后来 夫人和齐进主一商量 又买了更远的地 离咱们府上足足有五十里地呢 什么 花了半跪的钱不说 还买了那么远的地 这是不是脑袋浸水了 不过 那地倒是上好的地 再好顶个屁用啊 把夫人叫了 我要她速速来接我 哎哎 哎 哎 小侯爷 夫人说她正在忙 请小侯爷多等会儿 这么嚣张吗 钱花了半跪的就不说了 如今人我还见不着了 难道还让我亲自去叫她不成 再去叫 哦 哎 小侯爷 夫人 夫人 夫人她请您过前院一趟 行 真行 等我亲自去收拾她是吧 把我的配刀给我拿来 啊 夫君 这么热的天穿这么多 夫人 你找我呀 不是夫君找切身吗 你知道我找你 你在这干嘛呢 我在这忙呢 忙什么呀 陈轩爷 我问你 买地这么大的事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 不跟我商量 你把家里好不容易攒 那钱都花光了 你知道吗 夫君 这钱花光了还可以再赚 但这地 不是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夫君莫怒气 切身以后再也不敢了 你求我呀 求求你了 夫君 先你三天时间把这块地给我腾出来 家里不缺吃不缺喝的 你要那么多地干嘛 买地之下又不是坏事 那你买那么远 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哎呀 切身不怕麻烦 你不怕我怕 明天我就去那块地一探看 实在不行 就让店铺们自己选个人管理 我是不管 那怎么行 地不要了都不能这么胡来 夫君不想要就算了 大不了转让出去 想要的人多了去了 我是一点要这块破地的心思都没有 我跟你说 你这块地要是转让不出去 咱们就一把火烧了 省着糟心 瞧着石头不太对呀 弄不好也要炒起来了 哎呀 那可怎么办呀 哎呀 千万别像去年似的 给小慧炒出个好歹来 老天爷保佑 让夫人和夫君 能够花干戈为玉玉玻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好啊 烧 有本事就烧 像云家那样 烧他给你了白了 好啊 烧 来来来来 我拿着 点火 你就拿扇子一直扇 扇扇扇 把这房子都收了 到时候我跟二女就出去打地铺去 撒扑 我还就不怕耍无赖的 你还有什么招没使出来 哎 上吊是吧 够长吗 不够长再接上一件 挂房梁上吊死 没死你 怎么还不随了你的意 大的小的一股脑的忘回岭 我跟你说后也当腻了 你终于当富马呢你 对 我就想当富马了 你早就看我不顺眼了是吧 嫌我啰嗦 爱着你快活了是吧 王子昊 你个没良心的 我良心让狗吃了 怎么着嘛 爱来擦了 吵架吵得一点水分都没有 吵两句就哭了 赶紧擦干净 我在后院等你 别让我等急了啊 夫君 夫君 王子豪啊王子豪啊 你可真能耐啊 跟个女人吵着这样 不过这女人也够可恨的 夫君 夫君 你别跟夫人生气了 夫君 我能不生气吗 辛辛苦苦赚的银子 被她一口气就给我糟光了 你说要是吃了喝了也就算了 跑那么大来远买那块破地 有什么用 朝廷现在管那么严 她要想种点什么经济作物 肯定得罚款 种点果树就得吃官司 要想盖楼房搞封建区 那更是不可能啊 所以这钱亏定了 夫君 咱们再想想办法 你想 可以种的东西那么多 总有一样朝廷允许的 我怎么早没想到呢 我去找兰玲 看看能不能把咱们家这块田 变成 大唐的棉花实验田 如此一来 第一 能造福百姓 第二 能尽早收回成本 第三 朝廷还得给我们的店户发粮食 这不是一举三得吗 夫君你简直太厉害了 简直就是化夫就为神奇 好 就这么定了 我去找夫人商量商量 夫君 我去 我也去 行了 行了啊 哭一会儿得了 别哭了 再哭给你扔大街上去啊 快起来 你扔就扔 我哭得你少管 你不是垫着当驸马吗 等我哭够了 就给你家公主腾地儿去了 你还有完没完了 就吵个嘴而已 又没把你怎么着 差不多就行了啊 再哭就没意思了 你这会儿没意思了 吊死我的手有意思 咱们俩先商量个正事行不行 商量完了你愿意吵我陪你吵 什么是正事 休息什么 切身帮你带笔啊 别乱想了 我又不是负心汉 吵个嘴还至于休息啊 刚才让你气的 倒把我气出主意来了 行了 别哭了 别哭了 我给你倒点水 喝点水 顺顺气 咱们俩好好商量商量 那块地怎么安置 夫人 二夫人 还吵吗 这哄呢 佛不算保佑 佛不算保佑 小侯爷再也不能出事了 你咋去看看 那咱家不是亏大发了 按照夫君的说法 这棉花种成了 制不仿仙的手艺算谁的 咱家还是朝廷 当然算是咱们家的了 如果成功的话 利润不会少的 而且就算不成功的话 那块地 不还有朝廷帮咱们养着呢吗 既省了力气 又占了便宜 这不正合夫人的意思吗 夫君的本事 凭什么让朝廷占了便宜 这棉花要做 手艺更得保密 人生无常 我在那个储蓄所里 过得是什么日子 昏昏噩噩噩窝 窝窝囊囊 什么时候这么潇洒自如啊 到了这大唐 居然价钱看涨了 作为火药的始作俑者 大唐一众老将 对王子豪喜爱有加 本来心情很愉快的子豪 回到家之后 却因为雪影买地的事情 跟雪影暴吵了一架 下一集里呢 花样百出的美食 让王家厨子的身价 水涨船高 怎么样 大家对这菜还满意吧 满意 非常满意 这在宫里都没吃过这么多花样 今日啊还真是开了眼界 夫君好本事 Kidenga 宫里都没吃过这么多花样 音乐 都没吃过这么多花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